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怡林偷斧 从前在乡下有一个人 他在自家的地窖中储存种子的时候 将一把斧头忘了从地窖中带出来 几天以后 他在又要用斧头时 才发现自家的斧头已经丢失了 放在自家的斧头哪里去了呢 他在自己家的门后面 桌子下面 堆柴草的房里到处都找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 他就怀疑是他邻居家的人偷去了 到底是不是邻居家的人偷了呢 没有证据不能乱讲 于是他仔细地观察邻居家人 总觉得是邻居家人偷了斧头 看邻居家人那走路的样子 也像是偷了斧头的 不仅如此 甚至连邻居家人的神态 动作 表情也像 乃至说话时的声调 都像是偷了斧头一样 总之 越看越像 几乎可以肯定 就是那家邻居偷了自己家的斧头 又过了几天 这个人又要到地窖中去储存物品了 当他挖开地窖门 下到地窖的时候 发现自家那把不见好多天的斧头 正躺在地窖里的地面上 到了第二天 这个人再去看邻居家人的时候 发现邻居家人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就连笑的神态 一点也不像是偷斧头的样子了 遇到问题要调查研究再做出判断 绝对不能毫无根据地瞎猜疑 瞎猜疑会产生错觉 判断一个人也是如此 切记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作为衡量别人的标准 主观意识太强 经常会造成食人的错误与偏差